你还要带着 把表戴上 不喜欢啊 冯总 我有手表 只是今天没戴 什么叫今天没戴啊 来公司多长时间了 一千七了吧 这一星期您就没戴过表 以后经常会跟我一起出门 要戴一块上在了台面的表 懂吗 冯总 我很愿意做一个 有时间观点的人 因为这不仅是 对别人的尊重 也是一种自律的行为 我没有什么工作经验 也没见过什么世面 但是我想 无论做什么 只要品行端正 真诚以待 就不会被别人看清 我很感谢您给了我工作的机会 和这么优厚的待遇 所以也想尽可能地 为您多做一些事情 但是这不是讨好 也不是献媚 我只是希望自己 能够安心地拿到您给的这份工资 这份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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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会带 下班以后 我会还给您 说得挺好 但我想问问你 你说你在十五岁的时候 拿过全国散打第三名 对吧 可是根据我的调查 那年全国三大第三名 并不是你 很多人呢 都愿意编造自己的履历 尤其是少年时代 因为小时候的履历 没人去调查 也没人关心对吧 我特别理解你们怎么想的 急于找一份工作 学历又不高啊 我没有编造履历 我没有编造履历 那你怎么解释我的调查啊 那个时候我不叫赵益勤 我叫洪晓英 连名带姓都改了 为什么 是家里的原因 我爸爸离开家了 抛弃了我妈妈 我妈妈恨她 所以就在我当兵的时候 把我的名字 连名带姓的都改了 我母亲姓赵 你刚才所说的话 你应该知道 我很容易调查清楚的 知道 如果你让我查出来 你说的是假话 你的工作我会收回来 明白吗 我散打队还有几个朋友 还在城里 您可以去问他们的 是吗 是吗 因为我来您这儿上班 有时候早了晚了 还要请他们 帮我接送小易呢 小易该上学了吧 已经上了 把车开过来 走吧 好 好的 你稍等一下 莫主任 您电话 喂 哪位 莫莉 中午有空吗 出来坐坐 没问题 没问题 你来吧 我穿这身衣服 不喊着吗 挺帅的 正这样说下话 这是我最不合适的一事 不过呢 我当这重要的日子呀 这场合啊 我都要穿这身衣服 我认为它能给我带来好运气 你说现在这些人 比钱 比车 比手表 甚至比什么背景 全市里 我给他们这学校捐的款 够他们盖一座学校的 反正你不穿精神点 还认为你是铁色 小时 你能不能快点开 精精让我提前一小时到 你这么开好去 不迟到就不错 行不行快点开 啊 他让我两点就到 不知道给我安排了 什么特别的节目啊 你跟他说 你有房子的事了 也是话赶话 那你说 两人在一起 不得彼此透明 坦诚相见吗 你倒是够透明的了 他是吗 他为什么不是呢 你的意思 是不是 我这种人 不值得别人坦诚啊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 其实今天本来很高兴 想跟你说 我谈恋爱有进展了 让你也高兴一下 你是不是觉得 我不配有这样的感情 文婷 你干嘛老要这么说话呢 我怎么会这么想呢 我 我是你这边的人呢 所以任何一个想把我们文婷 驱走的人 我都会假设他是我的阶级敌人 我要好好审待一下 我是真的想谈恋爱想结婚的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不祝福我 我 祝福你啊 你是怕 你是怕 他涂的是我的房 不是我的人对吧 这才是实话吧 其实我也想过 像我这样的人 不让人涂点什么 人凭什么跟我呀 你为什么老要说这种话呢 你有权力也有资格 得到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爱情 最好的爱情 在我离开王静云的那天 就结束了 你不也是吗 别装了 这话戳你心了吧 我相信 今天说这话的是别人 你会马上反击 对我你就不会 因为那样 你觉得是欺负我 原来挺高兴的 走了 我为什么不反击 反击你我也没觉得我在欺负你 因为我们是朋友 我要跟你说实话 他看上的是你的房子 不是你的人 戳你心就戳你心 我宁愿你现在不高兴 我也不想到结婚那天 你在婚房里边哭 他在你的房子里边作威作福 真有那么一天 我乐意 您当识 怎么回事啊 开车呀 冯总 不知道什么情况 不是我让你早点 你这点你能到吗还 开呀往前开呀干嘛呢 这这开不了啊冯总 什么叫开不了啊 你信不信我找一能开的来 冯总 要不然 谢谢 要不你就休息会吧 本着也走不了 你那些 你搞三大的队友 还都在搞三大是吧 哦 有的当教练 有的当体育老师 有的已经赶行了 赶行了多吧 这也算不上什么本事 也都用不上了 你爸还在练三大的人口 叫过来啊 有本事就有用处 我给他们试上用处的机会 别多想啊 我只是想顾俩保安 哦 我只是想顾俩保安 怎么不接啊 轻轻打来的 我要一接好了 你得跟我吵更烦 要不然我帮你接吧 跟他解释一下呗 喂 你好 你谁啊 我是你爸爸公司的员工 今天跟他一起来你的学校 现在路上有修路的 所以我们绕了一圈 可能会晚一点到 你再多等他一会儿 好吗 好的 再见 你爸爸又带了个什么骚货过来 真是丢人现役 你这不是骚货 天爷不犯贱 不是骚货也是天爷不犯贱 那我前妻那种女人 我死了活着都没关系 只要钱留下就行 留下越多越好 她的字典里没有太多的这个字 我怕我的女儿 你会这样对吗 进 你介绍给文婷的男人 不靠谱 但是文婷好像有点陷进去了 一副要把自己托付给别人的样子 那个男子不知道给他灌了什么 迷魂堂 我来跟你打声招呼 李登档 你怎么知道他不靠谱 女人的直举 这么晚了还不是不来呢 哎 跟他要我们去南美度假的钱 听见没有 你就说你要和两个女同学一起去 要你爸那老空门不会太多钱了 知道了 咱那儿呢 那就是我姑娘了 景景 爸 欠老爸一个什么呀 不让你早点来早点来吗 怎么才来啊 生气了 爸 这才三点过五分 刚刚开始吧 人早已经坐满了 坐满了怕什么呀 老爸做主席台的 爸 你又别去了 为什么呀 你来这么晚还去干嘛呀 你直接把捐款的签金支票 给我妈就行了 哎呀 真是生老爸气了 别这样啊 我跟你说 那老爸在车上都用电话遥控 各个部门 再赚钱呢 你真的以为老爸给他学校捐的款 那是大风刮来的呀 所以我心疼你呀 你就去工作吧 反正待会儿你就开始 来都来了 让爸爸去吧 孩子不让你去 你别去了 谁让你说话了 我看都不想多看你呀 别不瞅瞅自己夺了岁数 穿得一身屎黄 你弄个根根香蕉似 你要干什么 哎呀你挑我什么呀 我穿得再难看 也比你这些战阶女强啊 爸 爸 别打了 哎呀 好小猛口我打架来了 妈 你干啥 你干啥你去车上吧 满嘴放屁 我讨厌 少说废话了 赶紧进去 都让您别去了 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 叫我来是你们 我大老远来了 现在叫我回去 消遣我门呢 爸 我不是怕您太累了 那您不去休息吗 你把支票给我吧 谢谢爸 走吧 我独嫁的钱呢 哎呀 又不是明天就去 爸 再见 你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不让我进学校 我 因为大会已经开始了 我给他丢脸 我是个残疾 如果我进去 就是一个残疾通过通道 然后向所有人展示 残疾的丑陋 再然后就被人抬上台 我也终于知道 他为什么让我一个小时以前来 因为那会儿 大会还没有开始 学校里没有人 我就可以坐在主席台上 也没有人会知道 晶晶的爸爸是个残疾 我们走吧 来 哪儿啊这是 黄总 到家了 说多少遍啊 拍照 哎 看看啊 活死人墨 一会儿我见见 就变成一活鬼 哎呀 多温馨啊 隐晨 想不想要一个家 今天谢谢你啊 小植 哎 从他回家 是 冯总 送上楼 是 冯总 走吧 冯总 是 冯总 说好的 说好的 走 走啊 走吧 送你回去 prod 老孙 喂 什么 八级斯坦药单单方面 要取消订单 为什么呀 不是 怎么回事啊 这不是财亲的合同吗 他们几个意思啊 具体的情况还不知道 反正联络人 要会约已经意思很明显了 凭什么 咱价钱都让到这份上了 他们还有什么不玩意的 再说了 要合同干什么吃的 他说解约就解约啊 不行咱就告他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如果没有这笔订单 银行不见得能放贷 如果不放贷 别说是书教授的研发经费了 就是工人的工资 现在都发不出来了 不行 这事绝对不能让银行知道了 但是我们也不能骗贷啊 话不能这么说 厂长 现在只是巴基斯坦单方面 提出解除合同 我们还没答应啊 等拿到贷款 咱们再去跟他们谈 不行价格上咱再让一点 咱赔本赚个腰乎 再不计啊 咱就扣他违约金 他不人 咱就不议 银行 颜行 这次一定要挺住 这是最后一条路了 这样吧 你先回去 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 我们银行在通知你 好了 好了 好吧 慢走啊 来 来 这不三星厂的老板吗 同行 现在贷款特别困难了 这快捣嘴的鸭子 咱绝对不能让它飞了 厂长 这一次 无论如何你都要听我的 知道了 知道了 下一个华耀场 到 进来吧 你们华耀厂递交的资料 确保全部属实吧 全部属实啊 张在上面盖着呢 我看了一下 除了实体厂房跟地皮 下季度的主要盈利来源 是这笔跟巴基斯坦的订单 没错 我们要带这笔款 也是考虑到这笔订单的数目巨大 需要扩大生产 所以 这笔订单 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经理啊 这白纸黑字都在上面签着呢 能出什么问题啊 再说了 我们厂长在巴基斯坦的时候 跟他们就一直有合作了 是老交情嘛 我们的业务水平 对方也清楚 不会出问题的 沐厂长 一直没有说话 我想听听你的承诺 对不起 我没有办法给您承诺 怎么说 是这样 好 您看到的这些都是真的 巴基斯坦方面 确实跟我们签了订货合同 如果这份合同能够顺利履行的话 我们厂市线盈利是不在华下的 但是就在刚才 我们进来之前接到一个电话 巴基斯坦 那边的公司单方面 小姐 甚至取消了订单 那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解决方法 或者是备用方案吗 实话实说 我们也没有想到 会突然发生这种情况 目前为止 我们只能赶紧联络巴基斯坦的公司 跟他们交涉 争取维持原定的 也就是说还有转环的余地 是 我们一定会努力争取的 另外就是我们的业务员 也会同步对接地方市场 也会有一些地方上的小额订单 陆续进来 弥补一部分损失的 你怎么看 个人觉得 沐厂长能够对我们 开诚布公地 介绍厂里的真实情况 起码这一点非常难得 所以经理 你看我们是不是 你不用说了 做企业最重要的是讲诚信 既然沐厂长拿出了态度 我们银行也愿意拿出我们的诚意 一周时间 如果贵厂能把业务谈妥 咱们再谈 行 谢谢您了 特别感谢 我们一定会再 再来的 谢谢啊 张秘书 您客气了 慢走 下一个 卓越木业 厂长 咱刚才不说好的吗 这回听我的 一个到后 把不该说的全说了 现在呢 又得拖到下周 下周能不能带到过 还不一定呢 拖到下周就还有希望 我今天要是不说实话的话 贷款估计现在就已经黄了 什么意思啊 你没看到 刚刚三星老板看过这眼神吗 那个经理一上来就问我 说你的订单会不会出问题 证明他们已经在怀疑了 这就是在敲打我们 怀疑我们的订单可能会黄了 如果我们这次不说实话 被他们查出来 别说是现在了 以后 我们也甭想在银行贷款了 好 小钟 莫博士 跟我打招呼吗 我们能认识一下吗 我吗 跟我认识一下 对啊 一会儿要是没事的话 请你喝杯咖啡 行 我马上跟厂长说 厂长 怎么样 老孙说外商已经答应付委约金了 那意思是 咱们合同约定的委约金 本来就没多少 外商这么足 应该是没有合作的意思 好 你先回厂里边 帮老孙把工人给稳住 千万不要乱 我去找外商 问问他到底为什么 行 我先回厂里 嗯 等我回来 慢点开 厂长 慢点开 厂长 慢点开 厂长 不堆轻长 怎么回应呢 摩博士 您的意思是 您可是归国的博士啊 但我还刚分了我一套房 那 那你怎么能看上我呢 毕竟我年纪也不小了 又刚刚离了婚 所以 跟我同样学历的人 也未必能看上我 我总觉得 我有点像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那就处处吧 处处才知道 吃不吃得到嘛 对吧 你不带进去 那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最好给我个解释 那好的 咱上车说吧 你们要采购瑞克集团的产品 可是这个价格 怎么可能他们出得来 瑞克集团现在要独把亚太市场 他们可以承受得起这种贴喜倾销 所以我们只能跟你们终止协议了 因为这种倾销策略出来 我们赔付给你们的违约金 都不止一提了 可是我们有交情 你至少应该提前跟我说一声 我提前通知你了 现在我没有时间要马上走 我必须拿到瑞克的供货协议 否则 我就会在我们的经销商之间的竞争里 数得一百图底 母 这就是声音 我祝你好运 怎么才来 走吧 进去吧 好 怎么了 安婷 对不起啊 我不能跟你处了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 有些事我也说不清楚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 也不知道最近怎么了 是走了什么运 对不起 你找别人吧 厂长 大家都在 厂长 外商那边还有可能吗 他们采购了瑞克的产品 短期内不会再给我们订单了 瑞克公司 对 就是那家最大的通信器材生产商 他们开始在亚太倾销产品了 要是没这笔订单 我们的生产就得赶快停下来了 要不然成本太高了 是啊 我们之所以能恢复生产 完全是因为有了这批订单 现在订单没了 厂里的工人肯定又得说 是不是又要停工了 不停工我们死得更快 生产出那么多产品 没有销路怎么行啊 厂长 要我看 全部停工吧 不行啊 现在停工的话 人心又散了 他们刚回厂 厂长 你得马上做出决断了 这个事不能拖了 顾厂长 你是怎么打算的 华耀 绝不能停工 不停工 这么大窟窿怎么办 第一 外商会付给我们月金 再加上厂里边的备用金 我们应该能停一段时间 第二 我们还有一周的时间 这一周 我们只能继续生产 不然工人就乱了 第三 现在外销订单 是肯定不可能了 银行能不能给我们贷款 也是未知数 所以 我们现在只能自己打开销路 哪怕是一笔一笔的小额订单 我们也得把它当成是救命稻草 这也太选了吧 没办法呀 华耀复工后 经历的第一个难关 就是个生死劫 刘波 你给我把所有的业务员 都撒出去 大部分都还在培训呢 我知道 这些业务员 大部分都是跟我从原件回来的工人 你要告诉他们 这个节骨眼上 我们没有半步退路 他们必须跑每一个 有可能给我们订单的企业 电信局和对口单位 他们没接回来一个订单 对于我们来说 就多一份生存的希望 我现在就去 张东 欢迎 到 你们应该认为我去做业务 不会的 就从头学起 是 老孙茶茶 你们定在生产线上 告诉工人 哪怕明天环耀倒了 他们的工资也会照常发出来 我说到做到 明白 厂长 那我们先去了 那我们先去了 来 孙光 你不用说了 我就一句话 虽然这句话现在说 不大合适 但还得说 你承诺的研发经费 必须按照咱们 约定的时间到外 道理很简单 只有我们的研发成功了 花药 才能够真正地活过来 我明白 只有我们的研发成功了 命运 才会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面 您放心吧 研发经费和设备 我会如期到位的 那好 那 您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我呢 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好 孙光啊 别客气 我们一起开 好 你要注意身体啊 您这身体 可是我们大家伙的 有时间的话 您得经常去检查一下 这个档口 您可不能病倒了 你放心 我没有住院的瘾 再说 你那个亲密战友 我可惹不起啊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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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怎么了 烦死了 他睡觉没个重点 打白天脑袋意外 睡得比晚上都寒死了 你看他睡成这个样子 还不停什么时候能醒吗 那你就让他睡呗 来 等我出来 来 但是小必须得拉着一个人的时候 人家要是一三手 他就会醒醒了 可麻烦了 你去哪儿啊 我下去逛会儿见 买双鞋 买条裙子 就交给你了 你去哪儿